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跳水队加油 北京时间8月10日晚 在巴黎奥运会跳水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 四朝元老29岁的北京籍运动员曹元以547.50分蝉联冠军 将自己的奥运金牌增至四枚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6枚金牌 随着曹元夺得男子十米跳台冠军 为中国跳水队拿下巴黎奥运会的第八斤 孟之队圆满完成了本届奥运会的比赛和成绩任务 并首次实现了在一届奥运会上包揽全部金牌的壮举 完成了全队大满贯 至此中国跳水队在历届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总数达到了55枚 是中国所有运动队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竞技队伍 也是全世界夺得跳水奥运金牌最多的国家队 不愧是世界体坛的孟之队 中国跳水队从1984年在洛杉矶首次奥运会参赛以来 金牌从未间断过 从少到多 从能获得半数项目金牌到夺得大部分项目冠军 再到巴黎奥运会首次实现全包揽 不愧为最令国人放心的英雄队伍 1984年 10年19岁的周继红在女子十米跳台项目上 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一枚奥运跳水金牌 为孟之队此后的辉煌之路拉开了序幕 1988年中国代表团一共有五金入账 跳水队就贡献两金 1992年和1996年的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奥运会 中国跳水选手都是拿到了三金 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设立双人跳水项目 十跳水金牌总数达到了八枚 中国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获得了五枚金牌 在此后的雅典 北京 伦敦 里约 东京奥运会 中国跳水队分别夺得了六枚 七枚 六枚 七枚 七枚金牌 却始终与包揽八金失之交臂 特别是北京奥运会 在已经拿下前七个项目金牌的情况下 最后一个项目男子十米跳台周旅新 被澳大利亚选手马修米查姆实现了大力转 十分遗憾 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有双人跳水项目以来 期间奥运会跳水满额金牌数是56斤 中国队一共收获了其中的46斤 八个项目上中国队有两项从未失去过冠军 都来自女子项目 分别是女子三米跳板以及女子双人十米跳台 从悉尼的福明侠到巴黎的陈奕文 中国女子单人跳板没有让金牌旁落过 这中间郭晶晶 施亭茂分别横跨两个奥运周期夺冠 吴敏霞则是在伦敦折柜 而女子双人跳台项目 中国队也是优势巨大 没有遇到过威胁 七届奥运会都处于垄断地位 陈若林一人就搭配三位不同搭档 收获了三届奥运会的该项目冠军 六夺金牌的项目则是有两个 女子三米双人跳板 除了在悉尼奥运会首次设立时 由俄罗斯组合获冠军之外 其余六届奥运会的该项目冠军都归属中国 并成为了孟智队最稳定的夺金项目 男子单人跳板 中国队也是战绩优势 从熊尼 彭博 再到何冲 曹元和谢思义 只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 有些意外地被俄罗斯选手拿走了一块金牌 其中熊尼含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谢思义 都是两金得主 男 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及男双十米跳台 男双三米跳板 中国队在新世纪的七届奥运会里 都各获得过五次冠军 别看现在因为有了全红蝉 陈玉希这一绝带双交 中国队看起来在女子跳台项目上高枕无忧 实际上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两届奥运会上 中国队都曾与这个项目的冠军失之交臂 在悉尼和雅典奥运会上 两次的女子跳台单人金牌 分别落入了美国和澳大利亚运动员之手 所以才有了北京奥运会决赛最后一跳 陈若林夺冠后 周吉红领队 任少芬教练与陈若林相拥哭泣的那一幕 那一年 陈若林为中国队夺回了阔别十二年的冠军 之后陈若林 任倩 全红蝉实现了冠军接力 任倩是全世界第一位00后奥运冠军 全红蝉则留下了466.20分不可超越的澳人得分记录 中国女子跳台从此笑傲江湖 2024年的巴黎 中国跳水终于实现了对于金牌的全包了 八枚金牌一生辉 中国跳水长胜不衰 并注定将会把辉煌延续下去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祝贺中国跳水队